飘在河里的东西 千万不要乱捡 可能会吓死你 就像这个男孩 他兴奋地拉着妈妈跑到河边 这么大一袋 肯定是好东西 说不定里面还有钱 妈妈费力将袋子拉上岸 可刚拉开拉链 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 只看了一眼 就吓得他赶紧拉着儿子往家跑 半小时候 警方封锁了现场 袋子里装的 竟是一些零碎的石块 凶手手段极其残忍 死者被肢解成二十几块 还有一些部位并没有在袋子里找到 从尸体情况来看 死者是一名女性 年龄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 从腐烂程度判断 至少死亡半个月以上 陈队赶到现场后 立即安排警员 对上下游河道进行打捞 看能否找到剩余石块 报案的正是那位妈妈 不过真正发现尸体的是儿子 她见到这么多人 还想凑过去看一下袋子里的东西 不过被母亲一把拉了回去 要真让她看了 估计晚上会做噩梦 据男孩介绍 她经常一个人在河边玩耍 而这个袋子 其实她三天前就看到了 当时以为是别人故意放着的 所以就没动 今天她看还在这 实在忍不住好急 就求妈妈拉了上来 没想到妈妈直接报了警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这个河道没有大路进来 汽车无法通过 陈队推测 凶手应该没有交通工具 那么杀人分尸的地方就离这里不远 很可能就在附近的村庄 而且杀人分尸肯定得有独立的房间 流窜犯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凶手大概率就是本地人 或者外来租户 由于现场没有身份证件 当务之急 就是先查清死者的身份 接下来 警方重点调查了附近的村庄 可结果并不理想 村里最近并没有失踪人口 而且这个村民风淳朴 平时基本没有打架斗殴的事情发生 杀人的事就更没有了 如此看来 死者和凶手 很可能都是外来人口 这群人流动性比较大 调查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为了尽快查清死者身份 警方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大范围发布认识公告 另一方面 重点排查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地区 认识公告发布之后 陆续有人到警局认识 但条件都不相符 甚至有故意来捣乱的 比如这个男人 他说自己跟女朋友吵架之后 人就失踪了 然而在警员打电话调查的时候 才知道 女朋友就在自己家 他只是嫌弃男人没本事 想分手 你也听到了 他没有失踪 他只是不想见你 你先回去吧 男人不死心 还想让警察打电话 让女友来见他 真是搞笑 男人被赶走后 一个叫张倩的女人走了进来 据他所说 他的堂妹张小红 已经失踪二十多天了 之前已经报警 但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由于尸体无法辨认 于是警员就带他 去辨认死者的衣物 从贴身衣物 到包裹尸块的毯子 张倩都说没见过 唯独对那条割坏的牛仔裤 有点印象 可惜的是 他无法百分百确认 这对警方来说并没有多大帮助 认识工作还要继续 另一边 警方也在重点调查本市的娱乐场所 这种地方外地女孩多 而且鱼龙混杂 是犯罪的高发剧 这家歌厅是本地最大的 据经理介绍 他们这里大概有五十个歌女和陪酒女 但人员流动大 他也不清楚是否有人失踪 无奈之下 警员只能逐一询问这五十个女孩 她们基本是二十岁到二十八九岁的年纪 都是外地的 而且个个长得漂亮 在这种场所确实容易被盯上 经过几个小时的问询 这群女孩中并没有同乡或朋友失踪 警方陆续调查了剩下的娱乐场所 也都没有突破 认识和人口调查都没有进展 这起碎尸案陷入僵局 另一边 张倩来到了唐妹的租房 唐妹失踪后 这里一直都没忍住 张倩始终怀疑唐妹已经遭遇不测 无意之间 她翻到一本相册 里面的一张照片 瞬间让她想到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很快 张倩再次来到警局 她拿出照片给警察看 照片上张小红穿的牛仔裤 跟死者的那一条几乎一模一样 不止如此 张小红之前不小心把裤子划破了 是张倩不好的 只要看一下死者的裤子有没有补丁 就能确定她是不是张小红 再次看到牛仔裤 张倩仔细翻找了一下 真的在屁股后面的位置发现了补丁 没想到死者真的是唐妹张小红 稳定情绪之后 张倩告诉警方 张小红是个很听话的孩子 在老家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 到这边打工之后 一直跟远方阿姨朱秀兰合租在一起 唐妹失踪后 张倩去朱秀兰上班的工厂找过的 但听说她回老家了 昨天她又去了 朱秀兰还是没回来 而且电话也联系不上 根据目前的情况 虽然死者有很大概率是张小红 但仍需要做DNA确认 如果确定是张小红 那失踪的朱秀兰就有很大的杀人嫌疑 为了尽快破案 警方第一时间赶到了张小红的四川老家 得知女儿可能遇害 张富差点哭晕过去 她就这么一个女儿 怎么能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 警员们也没办法 现在他们能做的就是尽快破案 还死者一个公道 拿到张富的头发之后 警方立即进行了DNA比对 最终确定 被分尸的死者就是张小红 确认身份后 警方仔细搜查了张小红的租房 奇怪的是 房子里并没有发现任何血迹 也就是说 这里可能并不是分尸的第一现场 这就奇怪了 难道凶手不是朱秀兰 如果不是她 那她为什么要失踪呢 不管如何 现在的关键是先找到朱秀兰 根据张倩提供的线索 警方找到了朱秀兰的四川老家 为了不打草惊蛇 周队让当地警员先去探查情况 据她丈夫所说 朱秀兰最近并没有回家 不过他们通过电话 说过几天就会回来 周队决定原地遁守 等着朱秀兰出现 与此同时 陈队那边也查到了新线索 在清点张小红物品的时候 张倩发现少了一张存折 张小红打工的工资全都在存折里 陈队去银行调查过 那张存折里一共有4900块钱 不过并没有被取走 很可能是凶手不知道存折密码 按理说 那张存折只有同居的朱秀兰知道 陈队怀疑 朱秀兰很可能就是为了那4900块 杀死了张小红 否则她无缘无故的 怎么会突然对亲戚下毒手 几天后 蹲守的周队那边传来消息 朱秀兰回家了 陈队立即赶往四川 配合周队抓捕 蹲守几小时后 警员们终于看到朱秀兰坐车回了家 此时的她还毫不知情 下车后与两个儿子亲密互动 然而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 警察突然出现 听到对方是为了张小红的事而来 朱秀兰立马就站了起来 她知道事情曝光了 随后警员从她家里搜出了一包行李 不出所料 张小红的存折就在里面 铁证如山 张小红就是被朱秀兰杀死的 陈队把她丈夫叫到一旁 你老婆在我们家杀人了 杀人 不可能吗 已经证据确凿 这会儿我们带她走 不可能再回来了 如果你有什么话需要交代 就抓紧时间 爸爸好好学习 爸爸对不起你了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审讯室中 朱秀兰主动交代了犯罪过程 其实 她原本跟张小红的关系很好 如果没有那张存折 或许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半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 张小红加班到很晚才回家 朱秀兰贴心地给她留了一大碗饺子 小红很感激 并开心地告诉她 今天厂里发工资了 有一千多块 说着 还把存折拿给朱秀兰看 小红并没有注意到 看到存折的朱秀兰愣愣地出了神 她羡慕 极度 都是出来打工的 她的工资却非常低 一个月才几百块 除去家里的开销 几年下来都没存多少钱 而小红一个小姑娘 竟然存了这么多 邪念就这样滋生出来 趁小红睡着 朱秀兰狠毒地捂死了她 为了毁灭证据 她在厕所进行了残忍的分尸 由于清洗得太干净 警方并没有找到残留的血迹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 只是朱秀兰忽略了一个大问题 她不知道密码 存折上的四千九百块 根本取不出来 可是大错已筑成 她只能跑 后来她去重庆躲了半个月 原以为风声过去 于是就回了老家 没想到还是被抓了 因故意杀人罪 朱秀兰最终被判处死刑 为了一张取不出钱的存折 朱秀兰撕掉了原本善良的外衣 走上不归路 不仅害死了张小红 也害惨了她的两个孩子 金钱的诱惑何其大 让一些本性善良的人 轻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多么悲哀 为了所谓的好兄弟 这个叫吴亦平的男人 不顾女友反对 替兄弟还了二十万赌债 可她没想到 自己的一片赤诚 换来的却是兄弟的背叛 女友差点被拐跑 而自己更是成了杀人犯 永世不得翻身 景山公园发现一举难事 陈队立即带领重案队赶到了现场 男人死状惨烈 后脑被石头砸出一个大洞 身体表面有多处创伤 还有三根肋骨骨折 初步判断 死者生前应该跟人搏斗过 甚至遭受了殴打 更惨的是 男人整个面部都被硫酸烧毁 现场也没找到身份证件 凶手故意隐瞒死者身份 可能与死者之间存在某种利害关系 凶手虽然聪明 但他显然是低估了警方的行侦技术 通过电脑模拟 警方很快还原了死者的头部画像 并发布了认识公告 没过多久 一个酒吧的陪酒小姐打来电话 说她见过死者 根据陪酒女提供的线索 警方很快查清了死者身份 死者名叫胡开亮 29岁 表面上是一个正经生意人 可悲地理 她一直在开设赌局 并为赌徒提供高利贷 胡开亮社会关系复杂 也得罪过很多人 仇杀的可能性比较大 据陪酒小姐所说 胡开亮当时去她工作的酒吧 就是找领班金玉生催债的 警方决定先找金玉生了解一下情况 令人意外的是 金玉生竟然不承认认识胡开亮 做伪证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你考虑清楚 一听这个金玉生害怕了 联盟承认 他之前做生意 找胡开亮借了几万块钱 上次就是来催债的 可第二天自己就把钱还上了 对金玉生所说的话 警方表示怀疑 于是做了详细调查 这才得知 金玉生这个人是赌如命 之前在胡开亮的赌局上 借了巨额高利贷 加上利息 欠款已经高达20万 很明显 他撒了谎 警方有理由怀疑 金玉生因欠钱不还 而杀死胡开亮 很快 警方再一次找到了金玉生 在证据面前 金玉生不敢再撒谎 他承认了自己赌博欠钱的事实 但他表示 自己欠的20万已经还掉了 那你还的这个钱从哪来的呀 借的 和谁借的 我一个战友 叫吴一平 20万可不是小数目 一个普通的战友 凭什么帮忙还钱 这个问题 看来只能找吴一平要打案了 警察刚走 金玉生就慌忙打出去一个电话 对警方来说 金玉生目前是胡开亮被杀案的关键人物 有关他的一切都需要调查 周队很快就找到了吴一平 他所说的 跟金玉生说的基本一致 当兵的时候 金玉生曾救过他一命 所以他才毫无保留地帮助对方 只是一开始 他并没有打算直接还钱 而是想找胡开亮谈一谈 让他宽限一个月的时间 谁知对方一点面子都不给 怎么说我一平在亮哥这儿 是一点面子都没有 有面子 我绝对给你面子 这么着 三天 我再给你三天 一共五天 够一次吧 胡开亮态度坚决 五天后不还钱 就躲金玉生一只手 无奈之下 吴一平只好把自己的装修款先垫上 替金玉生还了债 为此 他还跟女友莎莎吵了一架 对于胡开亮的死 他跟金玉生的态度都一样 不知情 第二天 吴一平的女友莎莎被请到了警局 有意思的是 莎莎也是金玉生手底下的陪酒小姐 三人的关系还挺复杂 据他所说 他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替金玉生还钱 那二十万块 其实是吴一平父母省吃俭用存下来的 原本是用来装修和结婚的 替金玉生还了债 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婚期要推迟 而且金玉生好赌 还了这一次 可能还有下一次 纯粹就是个无底洞 可惜吴一平这个人中一气 他根本劝不住 可是没多久 胡开亮就死了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不知道 这总能死一个少一个 你好像很恨他 要不是他也留不出这么多事情 他还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 反正干不出什么好事 据调查 莎莎跟胡开亮并没有什么交集 但听他的口气 好像很恨他 这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这背后还有其他什么隐情 男人深夜在公园被杀 脸被硫酸毁容 案件调查到现在 警方并没有找到明确的突破口 从表面上看 吴一平出于一起为金玉生还债 并没有什么问题 而金玉生 虽然他一开始在撒谎 但钱已经还了 他也就没有了杀人动机 至于莎莎 虽然言行有些可疑 但他一个弱女子 根本没有能力杀死牛高马大的胡开亮 与此同时 警方已调查过胡开亮的社会关系 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 景山公园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令警方意外的是 死者竟然是金玉生 法医初步勘察发现 死者死亡时间应该在半夜12点左右 身上有多处伤痕 生前应该与人发生过搏斗 而死亡原因 是高处坠落导致颅骨碎裂而死 在坠落的地方 警员发现一男一女两组可疑的脚印 女的穿高跟鞋 身高1米6左右 身材比较苗条 男的1米8 体型比较壮硕 金玉生作为胡开亮被杀案的关键人物 这个时候被杀 肯定有问题 陈队决定两起案件并案侦查 案情分析会上 警方发现了一个巧合的地方 金玉生案男士脚印 与胡开亮被杀现场的脚印十分相似 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周队已经调查过 昨晚金玉生是乘坐一辆出租车离开酒吧的 可惜的是 目击者并未看到出租车的车牌号 能在半夜把他带到公园杀害 应该是熟人作案 而金玉生没钱也没赠 联想到胡开亮案 凶手的作案动机很可能是杀人灭口 接下来的调查重点 就是找到当晚的出租车 看是否能找到当时跟金玉生在一起的人 黄天不负有心人 听到警方发布的寻人公告后 出租车司机主动漏了面 据他回忆 案发当晚 他先到酒吧接了金玉生 然后又去一家酒店接到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他认识 正是莎莎 因为以前他多次在吴亦平接莎莎 一来二去 对两个人都有很深的印象 当时他还很奇怪 莎莎明明是吴亦平的女朋友 为什么会跟别的男人关系亲密 而莎莎跟金玉生的目的地 正是案发的景山公园 这样的结果有些出乎警方的意料 从之前的情况来看 莎莎并不喜欢金玉生这个赌徒 可他怎么会单独跟金玉生半夜去公园呢 他一个弱女子 不太可能杀死身材高大的金玉生 在他背后 肯定还有一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最大的可能就是吴亦平 两人是生死之交 前不久还替他还了二十万的赌债 如果真是吴亦平 那杀人动机就难以捉摸了 就在警方准备调查吴亦平和莎莎的时候 吴亦平竟然失踪了 警方从他租房提取到了脚印 发现跟两个凶案现场的完全一致 莎莎的邪验 跟金玉生被杀现场的女士邪验也一致 不出意外的话 吴亦平就是杀死胡开亮和金玉生的凶手 不过动机是什么 警方还不清楚 当下的突破口 应该在他女友莎莎身上 面对警方的询问 莎莎否认案发之前见过金玉生 更不知道吴亦平的去向 到了这个地步 莎莎还是什么都不肯说 周队只好把他带回了警局 铁窗之后 即便是在证据面前 莎莎仍旧倔强的一言不发 你是个独生女 你父母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你不为自己想 你也应该为你父母去想想 想到年迈的父母 莎莎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 她是为了我才走到这一步的 据莎莎交代 胡开亮是吴亦平杀的 但一切的根源 还是那个该死的金玉生 最开始 吴亦平并没有打算动用装修款 而是准备找朋友借 但这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 谁知胡开亮等不及 直接绑架了莎莎 最终 吴亦平拿钱赎人 可他不甘心 胡开亮千不盖万不盖 去动他的女人 那个晚上 吴亦平把胡开亮约到了景山公园 原本是想打他一顿 出出气 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胡开亮磕到石头上 当场就死了 为了逃避罪责 吴亦平用硫酸毁掉了胡开亮的脸 谁知还是被警察找上了门 所以他就逃离了本事 就在那段时间 金玉生突然对莎莎好了起来 一开始 莎莎还以为他是真的关心自己 可后来 他渐渐发现那个男人别有用心 有一次金玉生喝醉了酒 竟不小心说出 他早就知道是吴亦平杀了胡开亮 不止如此 胡开亮绑架莎莎 正是他策划的 而真实目的 就是为了坑吴亦平的钱 莎莎当时很生气 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吴亦平 吴亦平立即赶了回来 不过他还是不相信 自己的好兄弟怎么会做出背叛他的事情 莎莎无奈 只好用计把金玉生带到了景山公园 金玉生肆无忌惮 竟当场露出了狐狸尾巴 金玉生竟然是要举报吴亦平 然后带着莎莎远走高飞 听到这里 吴亦平再也忍不住冲了出去 这种鬼话谁会相信 两人很快就扭打在一起 谁知金玉生竟意外坠崖而死 根据这个情况 吴亦平两次都不算是故意杀人 在警方的劝说下 莎莎最终同意劝吴亦平自首 审讯室中 吴亦平承认了自己的所有罪行 等待她的 将是无比漫长的牢狱生活 娇有需谨慎 吴亦平一腔热血 把金玉生当兄弟 可对方不仅骗钱还寄予她的女友 真是猪狗不如 又是一起惨绝人寰的杀人分尸案 这天早晨 一个村民钓鱼的时候 意外钓上来一个编制袋 里面赫然装着一些人体事块 村民吓得立马报了警 半个小时后 整个河道都被警察封锁 经过一上午的打捞 在河水里一共捞出六个编制袋 里面全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身体残制 从体貌特征可以看出 死者为女性 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判断 死亡时间至少超过半个月 尸块的切口呈现不规则形状 分尸的工具可能是巨子一类的东西 死者身上除了一件廉价的女性内衣之外 并没有其他义务 回到警局后 陈队让技术部做出了死者的面部图像 然后大范围发布认识公告 同时派遣警员到附近村庄走访调查 看是否有失踪人口 第二天 一个叫周宇的男人前来警局认识 他一眼就认出那件内衣 正是属于他已经失踪的朋友汪玉琼的 他之所以这么肯定 是因为内衣是他买来送给死者的 看来他们的关系不一般 为了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警方还是做了DNA比对 最终证实被分尸的死者就是汪玉琼 随后 陈队询问了周宇 据他介绍 汪玉琼今年36岁 从未结过婚 他们两人的关系也并不是普通的朋友 也不是正常的情侣 两人经常在一起玩 但互不干涉对方的生活 汪玉琼也没什么要求 只要周宇平时买一些东西给他就行 有一说一 周宇还是占了很大便宜的 可就在半个多月前 汪玉琼突然失踪了 他怎么也找不到 后来他还报了警 可惜还是没找到人 周宇还告诉陈队 汪玉琼没有工作 但他有好几个他这样的朋友 私生活比较混乱 周宇认为 其中一个叫马家居的人 很可能就是凶手 因为有一个叫胡三毛的人 曾告诉周宇 在他失踪那天 他看见汪玉琼去了马家居家 通过周宇提供的线索 警方找到了踩三轮的胡三毛 汪玉琼是他的熟客 平时去周宇家 去马家居家 都是他负责接送 这两个男人 一个身强力壮 另一个小有钱财 汪玉琼跑得很勤快 而就在他失踪那晚 是胡三毛亲自骑车 把他送到了马家居家 汪玉琼还让他在门外等着 当时他听到屋里两个人在吵架 而且还吵得很凶 好像是因为钱的事 胡三毛在外面一直等到后半夜 也没见人出来 于是他就先回了家 后来他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女人 如果胡三毛没说谎 马家居很可能就是杀死 汪玉琼的凶手 这极有可能是一起情杀案件 有了胡三毛提供的线索 陈队第一时间找到了马家居 汪玉琼 哪个汪玉琼 我不认识他 你是真不认识还假不认识 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为什么一定要我认识他 马家居态度强硬 打死不承认自己认识汪玉琼 而陈队在他家里也没发现可疑的线索 这就奇怪了 如果马家居真的不认识汪玉琼 那周玉和胡三毛就有撒谎的嫌疑 警方决定先调查一下周玉 汪玉琼是这个月11号失踪的 而据周玉所说 他10号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了外地 直到12号才回来 回来以后就没再见过汪玉琼 根本就没有谋害他的时间 随后警方找到了他说的那个朋友 阿全 他告诉警察 这个月他和周玉确实去过一趟外地 不过他们是9号去 11号回的 这也就证明周玉撒谎了 警局内 陈队组织了一次案情分析会 目前跟汪玉琼被杀案有关的 一共有三个男人 周玉 胡三毛 马家居 而嫌疑最大的 似乎是最先出现的周玉 警员已经详细调查过他的背景 他以前殷稀毒坐过牢 而且还好赌 现在还欠了一屁股赌债 不止如此 周玉以前是个木匠 家里各种巨子都有 而他在本市租住的地方 离抛尸地很近 完全具备杀人抛尸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 他明明是11号从外地回来的 却骗警察说是12号 这正说明他心里有鬼 而且他还引导警方去调查 马家居 这足以说明他有杀人协议 至于胡三毛 也有协议 曾经有人看到胡三毛 深夜非礼汪玉琼 但遭到了强烈反抗 这个胡三毛很有可能强奸杀人 而且他有三轮车 方便运尸 最后一个马家句 他最大的嫌疑 就是否认跟汪玉琼的关系 警方已经调查过 他和汪玉琼 已经保持了一年的亲密关系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经过这样一分析 这三个男人都有很大嫌疑 而且都具备作案条件 到底谁是凶手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正当警方准备对嫌疑人 进行一一审问时 民警传来消息 周玉失踪了 陈队猛然意识到 他可能是跑路了 警方立即对各个车站进行搜捕 可惜一无所获 周玉应该是逃到外地去了 通过调查 周玉认识的人 基本都是一些吸毒赌博的 他如果跑路 肯定会去投靠那些难兄难弟 根据阿权提供的线索 警方最终锁定了一屋 一个叫阿飞的男人 他是周玉曾经的育友 关系特别铁 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 警方最终在一屋将周玉一举抓获 审讯室中 周玉承认 他是11号回来的 之所以撒谎 是怕警方怀疑他杀人 而他跑路 是为了躲避赌债 没想到弄巧成拙 反而让警察认定他就是凶手 11号那晚 他其实一直在赌钱 而且输了很多钱 当时的牌友都可以作证 之后警方找牌友调查过 证实周玉没有说谎 不过他聚众赌博还是要被拘留 排除掉周玉的嫌疑之后 警方又将马家居带回警局审问 在他家里 警方找到了汪玉琼的头发 这一次 马家居没有机会再狡辩 他承认自己跟汪玉琼的关系 也承认他11号晚上去找过自己 但他没有杀人 汪玉琼那天是找他借钱结婚的 原来 汪玉琼惊人介绍找了个男朋友 两人对彼此都挺满意 于是汪玉琼就决定 结束以前混乱的生活 跟男人结婚 可是 那个人实在是太穷了 连办酒席的钱都没有 无奈之下 他只好找马家居借 可马家居怎么会借 本来是他的女人 现在却要嫁给别人 是个男人都忍不了 那天晚上 他们大吵了一架 大概在十点多的时候 汪玉琼离开了他家 这就奇怪了 胡三毛当时说他等到后半夜 也没见汪玉琼出来 这两个人到底谁在说话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马家居的邻居主动来到了警局 据他介绍 十一号晚上十点多 他曾亲眼看到汪玉琼从马家出来 当时胡三毛就在门口等着 不止如此 胡三毛还对汪玉琼动手动脚 汪玉琼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上 原来是胡三毛撒谎 这也间接证明 马家居没有杀人嫌疑 截至目前为止 唯一的嫌疑人 就只剩下胡三毛 很快胡三毛就被带回了警局 而在他家里 警方搜到了一条带血的汗金 上面还有泛光的液体 经过化验 血迹并不是汪玉琼的 而是胡三毛自己的 而液体则是他的经班 结合邻居的证词 那晚从马家离开之后 胡三毛肯定干了什么 胡三毛承认侵犯了汪玉琼 但他没有杀人 那晚离开马家后 汪玉琼让他把自己送去 于文龙家 这个于文龙就是汪玉琼 准备结婚的男人 而在路上 胡三毛突然起了歹心 一把将汪玉琼 拉到了偏僻的角落 可谁也没想到 事情刚办完 他就被人给打晕了 醒来之后 汪玉琼和他的三轮车都不见了 胡三毛怀疑 打晕他的人就是于文龙 也为他在于文龙家楼下 找到了三轮车 按胡三毛所说 汪玉琼最后见的人 应该就是于文龙 但他说的话是否属实 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经过调查 于文龙和汪玉琼 是通过老邻居离老婆认识的 据他介绍 于文龙年轻的时候 喜欢偷鸡摸狗 后来坐了十几年老 出来的时候都快四十岁了 他的父母早就过世 与社会脱节的 他根本找不到对象 好心的离老婆不忍心 于是就把同样坐过牢的 汪玉琼介绍给他 两人都被社会嫌弃 也算是同病相怜 相处一段时间后 就想着早点结婚 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于文龙一毛钱都没有 但汪玉琼是第一次结婚 他要彩礼 要办酒席 要把自己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为了这件事 两人曾经多次争吵 这会不会就是于文龙杀人的动机呢 随后 警方做了走访调查 11号晚上 有人看到于文龙推着三轮车 带汪玉琼回家 这就证明胡三毛没有说谎 而且汪玉琼失踪后 作为正牌男友的于文龙没有报警 反而是周宇报了警 这更加加重了他的嫌疑 陈队立即让人将于文龙带回警局审问 同时派人对他家进行搜查 没想到真的发现了重要证据 审讯室内 于文龙态度十分嚣张 他一口咬定 11号并没有见过汪玉琼 是有人诬陷的 可是警方早有准备 我们已经在你的住处发现了汪玉琼的血迹 还有什么可抵赖的 那又能说明什么 他是我的女 在我们那住着 这女人每月那点事 怎么可能不流点血呢 这一下把警方打得措手不及 如果没有更有力的证据 很难让于文龙开口 正当警方头痛的时候 于文龙楼下的邻居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11号那天晚上11点多 邻居听到于文龙家传来剧烈的争吵声 吵得他们都无法睡觉 而跟他吵架的女人就是汪玉琼 正在此时 一个水管工正好过来通下水道 说来也巧 自从于文龙吵架之后 楼下的下水道就堵住了 大妈疏通几次 都没有完全搞通 今天只好叫工人过来把水管拆开 听到这里 陈队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即打电话让技术人员过来提取证物 不出所料 在于文龙家的下水管道里 发现了内脏碎片 经过检测 正是汪玉琼的 铁证如山 于文龙无法再狡辩 他之所以杀人 纯粹是因为疑心病太重 那天晚上 于文龙得知汪玉琼去找马家居借钱 顿时怒火中烧 瞬间感觉头上绿油油一片 他憋着一肚子气往马家居家里干 谁知在路上 正好看到胡三毛干坏事 这更加刺激了他 于是抄起棍子一把砸了下去 回家之后两人立即就吵了起来 于文龙阴阳怪气的指责汪玉琼不守护道 好啊于文龙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啊 那我们就散了 好不容易找个女人 于文龙怎么可能放手 可汪玉琼接下来的话 彻底逼疯了他 伤疤再次被撕开 于文龙怒火中烧 一把将汪玉琼摔到床上 硬生生把他给掐死了 为了逃避罪责 于文龙用句子将汪玉琼残忍分尸 这就是案件的所有真相 于文龙出狱才两年 有因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婚姻不是简单的搭伙过日子 两个人要相互了解 相互理解 才会幸福 像汪玉琼他们这样相互不信任 随便一句话就能闹分手 注定男有好的结果 为了4900块 同居阿姨竟将21岁女孩残忍分尸 案件刚刚侦破 陈队还来不及喘口气 又匆忙赶到了另一个凶案现场 一对刚满21岁的双胞胎姐妹 惨死出组屋 重案大队迅速进入现场勘场 客厅中 一个女孩被捆绑在椅子上倒地不起 她的口鼻和眼睛 都被塑料胶带死死裹住 而另一个女孩则被捆绑扔在了卧室床上 下身还盖着床单 屋内有明显翻动的痕迹 但女孩的身上再未发现明显伤痕 报案人是死者的房东 就住在楼下 据她介绍 这对姐妹一个叫金小红 另一个叫金小甲 是外地来的 两姐妹都是在酒吧工作的 白天睡觉 晚上工作 平时很少见到人 今天刚好是交房租的日子 所以房东才上楼敲门 没想到发生这种事 在房东口中 两姐妹看上去都比较乖巧 平时也没见她们跟陌生男人来往 很难想象 谁会这么狠心杀死他们 回到警局后 陈队组织了案情分析会 尸检结果显示 两名死者身上都没有明显伤痕 死因是被交代封住口鼻 窒息而死 这对双胞胎姐妹皮肤白皙 身材苗条 陈队第一反应就是情杀 但奇怪的是 两人生前都没有被侵害的痕迹 租房门窗完好 现场也没有打到痕迹 估计是熟人作案 警员在现场发现了两组陌生脚印 一个是一米漆以上的男性 另一个是女性 在脚印旁边还有一个长头发 经检测 并不是属于两名死者的 极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根据目前的情况 基本可以排除情杀的可能 陈队决定 先到死者工作的酒吧 调查他们的社会关系 在之前的女孩碎尸案中 警方曾在全市酒吧歌厅 寻找失踪女孩 巧合的是 这对双胞胎也曾接受过调查 见警察再次上门 酒吧经理有些不知所措 忙问出了什么事 得知小红和小霞被杀 经理一脸震惊 这对姐妹花是酒吧 最受欢迎的歌女 人长得漂亮 歌也唱得好 很多老顾客 就是冲着他们才来消费的 正因为这样 酒吧给他们开的工资 都比其他人高 每人每天500块 如果不请假 月底还有1000块奖金 他们已经干了两年多 这样算下来 应该存了不少钱 随后 陈队又询问了姐妹俩 在酒吧的同乡 据他们所说 双胞胎姐妹为人和善 跟同事的关系都很好 而且两人都洁身自好 没有谈过恋爱 虽然他们赚钱 比其他人多 但平时都很节俭 连一件稍微好点的衣服 都舍不得买 因为他们想把钱存下来 然后考艺术院校 将来当明星 从酒吧的调查结果来看 被杀的双胞胎姐妹 应该存了不少钱 但很奇怪 租房里并没有发现银行卡 或存折 现金就更不用说了 不出意外 这是一起劫财杀人啊 当务之急 就是查清死者存款的去向 随后 周队找到了死者存款的银行 经过调查 两姐妹在银行 共有存款19万4530元 然而就在案发当天和第二天 卡内存款陆续被取走 只剩下10块钱 据银行经理介绍 这种储蓄卡取款 只需要密码就行 不一定要本人提取 有了这个调查结果 案件瞬间就清晰了 凶手了解死者的收入情况 并能得到密码 肯定是死者的熟人 甚至是非常亲近的 很快 警方调取了监控录像 取款的是一个长发女人 我总觉得 这个女的这么面子 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这一说 还真是的 我 姚文元的姚 凤凰的凤 姚凤 警员突然唧唧 这个女人正是双胞胎姐妹的同事 随时案调查的时候 警方也询问过 这个叫姚凤的女人 经酒吧员工辨认 证实取钱的人 就是酒吧钢管舞女 姚凤 正好在案发之后 她就没来上班了 没人知道去了哪里 这个姚凤跟其他舞女不太一样 她很有文化 听说以前还当过小学老师 她在这儿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亲戚朋友 她有一个男朋友 曾来找过她好几次 好像在天鹅湖洗浴中心当公关 那她叫什么名字 好像姓陈 叫陈中磊 据同事介绍 姚凤跟双胞胎姐妹的关系非常不错 经常一起聚餐 随后 陈队又找到了天鹅湖洗浴中心 可惜的是 陈中磊也消失好几天了 得到这些线索 警方基本可以确定 抢劫杀害双胞胎的 就是陈中磊和姚凤这对情侣 很快 警方就发布了悬赏通告 可那两人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完全没了踪迹 双胞胎姐妹被残忍杀害 19万存款不一而非 而凶手 就是他们酒吧跳舞的姐妹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 警方还是没有找到杀人凶手 陈中磊和姚凤 陈队甚至怀疑 这两个人是不是躲到 深山老林里去了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陈中磊和姚凤竟然偷偷跑了回来 他们认为警察都是吃干饭的 根本抓不住他们 而且之前抢的钱 已经挥霍得差不多 于是他们准备大概一笔 这一次 姚凤盯上了一个公司大老板 你看你那天晚上像个证人君子似的 你要知道 弄不到客人 我再想热情 我也别摁死了 得了吧 你们男人个个都像馋猫似的 有便宜就想占 个个又胆小如鼠 有贼心没贼打 我能废 得知女人是一个忍住 大老板开心的向着孩子 她哪会知道 接下来会有一个大陷阱等着她 进屋之后 姚凤以洗澡为由 让男人先进房间 谁知一开门 就看到屋里有一个大铁笼子 意识到不对劲 男人扭头就想走 却被姚凤推了回来 紧接着 一个男人冲出来控制住她 此人正是陈中雷 威逼之下 老板被关进了铁笼子 很快 老板的家人就接到了勒索电话 要她准备三十万 并强调不能报警 否则就撕掉 女人不傻 挂断电话后立即报了警 陈队得到消息后 立即赶了过去 通过对绑匪声音的描述 他断定 绑匪就是姚凤和陈中雷 于是他立即部署抓人 陈中雷二人明显没想到 女人会报警 他们的位置被暴露 全副武装的警察 很快包围了他们 随着一声令下 警察发起强攻 很快就制服了陈中雷 至此逃亡两个多月的雌雄大道 终于落网 审讯事中 陈中雷承认了罪行 一开始 姚凤和双胞胎姐妹关系确实不错 然而就在一次聚餐的时候 小红无意间透露他们有十几万的存款 姚凤当场就起了歹心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知给男友陈中雷 两人一拍即合 很快就制定了抢劫计划 案发当天 他们假意到小红家做客 一进屋 就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和胶带 将姐妹二人捆绑杀害 拿到存折之后 两人匆忙离开 他们在外地潇洒了两个多月 看警察找不到他们 于是又前回来 准备敲诈以前盯上的一个老板 可惜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陈中雷二人最终要为自己的卑劣行为 付出惨痛的代价 女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不要轻信他人 才不漏白的道理 无论在什么年代 什么地方都适用 午夜十二点 女人刚打完麻将回家 早都没洗 就直接躺在床上睡觉 谁知刚躺下 屋外就传来奇怪的声音 嘻嘻嘻嘻 很像是老鼠 她哪会知道 一个男人从一楼爬了上来 女人摸黑起床 刚准备去开灯 却突然被人从背后锁吼 这一晚 注定是女人生命中最悲惨的一晚 接到报案后 陈队迅速赶到了现场 女人手臂受伤 家中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更可恨的是 匪徒不仅劫财 还劫了色 女人的情绪极其不稳定 发生了这种事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出差的丈夫 此时 警员在衣柜上发现一个可疑手印 左手食指缺失 陈队意识到 这又是同一个人干的 实在太可恨 这已经是近期第六个被害的女人 就在昨天晚上 一个男人偷偷摸进了留寡妇家 她翻了半天 可寡妇家实在是太穷了 竟然一分钱都没翻到 男人不甘心 摸到了寡妇床头 拿走了她的手机 刚准备离开 却又看到寡妇的一双眉腿 第二天 女人果断报了警 面对警察的询问 她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太屈辱了 陈队让警员把她女儿抱出去 耐心劝导 据女人回忆 匪徒年纪不到三十岁 身高一米六五左右 当时没开灯 而且她还被对方用被子蒙住了头 根本没看清长相 因为女儿就睡在旁边 留寡妇不敢反抗 否则她拼死也要保住自己的真结 见女人如此可怜 陈队暗暗发誓 一定要抓住那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通过现场勘察发现 匪徒是通过下水管道爬上楼的 在衣柜上 有一枚清晰的掌纹 也是左手食指缺失 算上这一集 本是最近一共发生六起入室抢劫案 影响极其恶劣 受害者都是独居女性 居住的都是老是两层或三层小楼 二楼没有防盗窗 稍微有点力气 就能从一楼爬上去 受害者不仅丢失财物 还都被侵犯 从作案手法和现场痕迹来看 六起案件肯定是同一个人干的 作案地点 大多选择在新城 展望 玉田一带 唯独最富裕的塔下一带 至今没有发生遗弃这类的案子 兔子不是无边场 带头很可能是塔下一带的人 不止如此 匪徒跨多区域作案 肯定有交通工具 至于是摩托车还是三轮车 暂时还不确定 接连发生六起入室抢劫强奸案 社会上人心惶惶 许多家庭临时装上了防盗窗 男人晚上也不敢再出门 生怕家里的女人被盯上 警方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局长下令 一个月内必须破案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警方明确了匪徒的主要特征 30岁单身男性 身高1米65 左手食指缺失 有一辆三轮车或摩托车 根据局长的指示 警方明确了两个调查方向 一 全是排查符合以上特征的嫌疑人 发布学上令 发动群众的力量 可惜 匪徒似乎已经收到丰盛 从此销声匿迹 像幽灵一样潜伏起来 二 寻找被害人丢失财物的下落 匪徒偷了那么多东西 肯定会去销赃 只要找到脏物 十有八九就能找到匪徒的下落 悬赏令发布之后 很快就有热心市民到警局提供线索 这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一个小时前 他拉了四个男人去汽车站坐车 其中有一个人左手少了一根手指 跟悬赏令上描述的嫌疑犯很像 得到这个线索 陈队立即带人赶往汽车站 遗憾的是 四个男人早已上了去南昌的车 这时估计已经上了高速 来不及多想 陈队立即开车追捕 两个小时后 大巴车终于被拦下 看到这么多警察 后面有几个人慌了 见无人回应 陈队直接拿了下来 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手机 毫无疑问 这是偷来的脏物 回到警局后 警方立即对四名嫌疑犯进行突审 可结果却出人意料 这四个人是爬窃怪犯 专偷手机 案发的时候 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 那六七案件不是他们干的 不过因为偷窃手机 他们都要接受制裁 这个结果 让警方的调查突然陷入僵局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由于警方的威慑 最近这段时间 没有再发生入室抢劫案 女性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正当陈队准备扩大调查范围时 前线传来一个好消息 刘寡妇被抢的手机找到了 她出现在一家二手手机店里 据老板娘回忆 手机是一个叫老王的江西人 卖给她的 老王是主动找上门的 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她送一次货 已经送过五六次 虽然没有挑明 但老板娘也猜到 手机的来路不是很正 老王很谨慎 每次送货的时候 都戴着墨镜和帽子 看不清长相 老板娘不知道对方全名叫什么 更不知道家庭住址 只有一个电话 用于结算的时候联系 当着警察的面 老板娘拨打了老王的电话 可惜已经关机 这个时候 老板娘突然想起 老王有一只手 好像只有四根手指 但她记不清是左手还是右手 得到这条线索 警方认为 老王具有重大作案协议 调查范围进一步缩小 警方决定 重点调查本市的工厂 排查江西的外来务工人员 只要符合匪徒特征的 一律带回警局审问 大家都管他叫九个半 九个半 为什么叫他九个半 少了一点水 排查工作搞得如火如荼 很快就有了进展 一个工厂老板主动找到警察 厂里有个叫王富贵的人 很像警察说的匪徒 据老板回忆 王富贵缺的就是左手十指 他是五年前从江西来的 也为违规操作 被机床压断了一个手指 这个人很无赖 工厂为此还赔了不少钱 从那以后 王富贵在工厂就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平时喜欢骑个摩托车到处晃 老板早就想开除他 可他太混蛋 威胁老板说 只要敢开除 他就死在厂里 无奈之下 老板也只能游着他 不过最近的几个月 王富贵很少再来厂里 听工人说 他好像发财了 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时不时的还换一个女朋友 结合这些线索 警方基本确定 这个王富贵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随后 老板把他的简历交给了周队 旁边的警员一眼就看到 王富贵的手机号码 跟二手手机店卖手机的老王号码一样 他们是同一个人 警方立即对王富贵的手机 进行技术追踪 很快就查到 他此时正在一家酒店的包房里 陈队立即带队抓捕 为了确保万无一事 陈队先派警员伪装成服务员 摸清屋内情况 您好 服务员现在打扫房间吗 定了 那给您送一份报纸吧 你好 今天的报纸 谢谢啊 由于时间太短 警员只看到屋内有几个男人 不确定王富贵是否在里面 机会难得 陈队决定立即实施抓捕 屋内的几人很快被控制 警察检查了他们的手指 并没有发现食指缺失的 糟糕了 王富贵并不在这里 正当陈队走出房间时 一个男人正好从楼道里走出来 看到有人 他掉头就跑 可惜 今天注定是他的末日 男人最终被死死地按在了地上 他正是王富贵 也是入室抢劫 侵犯妇女的断职恶魔 六起影响恶劣的入室抢劫案 终于告过 等待王富贵的 将是法律的严厉惩罚 这几起案件给了我们很大的警示 独居女人一定要在生活中提高警惕 不要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防患于未然永远是最重要的 如果真的遭遇不幸 一定要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你肯定没见过这么大胆的劫匪 仅凭两根狼牙棒 就轻松劫走银行九十多万现金 而这背后的真相 似乎并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 这个下雨天 银行还有三十分钟下班 一辆运超车稳稳地停在了银行门口 两名押运员迅速下车 手持狼牙棒 严阵以待地站在车后护卫 很快 工作人员把三个装满现金的箱子放进车内 五分钟后分行押运科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你们不用来了 我们已经把钱运走了 哎 你是谁啊 没等科长继续问 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科长感觉不对劲 立即打电话给此次押运的负责人 谁知对方静说 他们根本就还没到银行 科长意识到肯定是出事了 于是果断报了警 没过多久 局长亲自带队来到了银行 可以确定是有人伪装运超车 到银行冒领了三箱现金 据统计三个箱子共装有现金97万元 银行经理表示 今天的情况确实也比较凑巧 原本负责交接的营业员是一个老员工 跟来提款的人很熟 但刚好有事请假了 交班的同事才来银行没多久 对押运员不熟悉 而且他着急下班 没有仔细确认对方是不是押运科的人 银行职员根本没想到会有人胆子这么大 伪装运超车抢银行 据当时的银行职员回忆 运超车的外观跟平时的车一模一样 而且押运员穿着防弹背心 带着钢盔 手里还拿着狼牙棒 这跟平时的押运装备也一模一样 根本看不出破绽 陈队这事提出一个疑问 劫匪为什么要在事后给押运科打电话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是为了拖延时间 这个人知道押运科的电话号 说明十分熟悉银行内部机 不止如此 如果不是银行员工 不可能那么了解运超车的构造 以及押运流程 警方有理由怀疑 这是一起有银行内部员工参与的抢劫案 局长立即做出指示 没有警方允许 银行所有员工都不能擅自离开 接下来 警方的调查分为两个方向 一方面 调查银行所有员工 另一方面 全力寻找那辆伪装的运超车 当时银行值班的有三个人 可惜的是 他们都没有留意劫匪的长相 警察一问 他们就只会哭 生怕警察怀疑自己跟劫匪有关系 这样的结果让警员很是无奈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劫匪至少有三个人 两个伪装呈押运员 一个伪装呈交接员 目前还无法确定是否有司机 警方已经调查过给押运科打电话的号码 可惜 那是一个神州型号码 没有身份登记 正在此时 外围调查的民警传来消息 在郊外发现一辆被丢弃的运超车 很像是作案车辆 这给案件的侦破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口 你绝对想不到 不拿刀不带枪 三个劫匪仅凭两根狼牙棒 就到银行提走了九十多万 只因他们太聪明 直接改装了一台运超车 经过警方的搜寻 终于在郊外发现了被遗弃的运超车 陈队立即带人赶到了现场 确认运超车是一辆面包车改装的 并在车上找到了防弹背心 狼牙棒和钢盔 跟真的一模一样 这进一步说明 劫匪很了解银行内部操作 肯定跟银行内部人员有关系 接下来 查找车辆来源 成了破案的关键 通过调查得知 面包车来自于一家租车公司 得知公司的车被开去抢银行 经理吓了一大跳 联盟表示一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据经理回忆 租车的一起来了三个人 他大概记得对方的长相 随后经理被带回警局做人物画像 另一边 警方找到了做车辆改装的起修点 经过老板确认 面包车确实是他们改装的 老板当时还有些疑惑 为什么要把车改成运超车的样子 车主没有解释 还要求他两天之内就把车改好 后来晚了半天 对方还把老板骂了一顿 也为对方可疑 汽修店老板特地记下了他的手机号码 很可惜 这又是一个神州型号码 找不到机主 在汽修店老板和租车公司经理的帮助下 警方很快模拟出劫匪的画像 并发布悬赏通告 悬赏五万元 寻求民众提供劫匪信息 很快 悬赏公告就贴到了大街小巷 警方陆陆续续收到二十多条信息 但都与结案无关 与此同时 警方与银行所有职员都谈过话 压界科科长告诉陈队 保卫处一个叫潘小兵的人认为王灿很可疑 据科长介绍 王灿以前也是银行的押运员 三个月前 他偷走了银行两根狼牙棒去跟人打架 最终被派出所抓获 银行知道后 直接开除了他 科长还说 那种狼牙棒在本市只有他们银行有 随后他带着陈队去了仓库 这才发现 原本二十根狼牙棒 现在只剩十二根了 如此看来 肯定是银行内部人员偷钥匙 拿走了狼牙棒 随后 陈队找潘小兵了解情况 据他介绍 王灿在银行当了三年的押运员 他们以前很熟 但王灿被开除后 就很少再联系 不过在上个月月底 王灿来保卫处找过他一次 说有个东西忘记拿了 他去仓库了吗 好像也找过 这肯定不是巧合 根据潘小兵提供的 王灿手机号和出租屋地址 警方做了调查 却发现手机早就停机 出租屋也早就退了租 王灿做了三年押运员 对押运的流程熟得不能再熟了 种种迹象表明 王灿具有重大作案协议 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然而这个时候 警方却失去了王灿的踪迹 无奈之下 警员小海只能去找社会上的线人 据对方所说 王灿目前在一家地下赌场当马仔 为了不打草惊蛇 陈队让小海先去那个赌场探探地 赌场的位置很隐蔽 小海伪装成社会大哥 这才混了进去 进入房间后 马上就有一名衣着性感的美女前来招待 小海谎称是王灿的朋友 顺便过来看看她 美女没有怀疑 说王灿外出办事了 很快就回来 半小时后 王灿果然出现在赌场 那不是王灿吗 把她叫过来 小美立即打电话通知陈队 而小海则想尽办法拖延时间 见小海说的有模有样 王灿也就放下了戒心 没过多久 陈队带着大批警察闯了进来 王灿被顺利抓获 警方也顺带捣毁了这个赌博窝点 真是大快人心 警局内 王灿并不承认抢劫银行的事实 也为证据不足 警方只能把她先放了 但是 她也无法提供准确的不在场证明 仍有很大作案嫌疑 周队派人24小时盯着她 几天下来 王灿并没有可疑的行为 也没发现她跟疑似劫匪的人接触 不过警方也不是毫无收获 在她的租房里 找到了银行丢失的狼牙棒 可正当警方准备再次抓捕王灿时 却有了另外一个重大发现 在调查劫匪的通话记录时 确认王灿并没有跟他们联系过 却意外发现 潘小冰给其中一个号码发过短信 而且还是在案发前一个小时发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在发现潘小冰有问题后 周队重点调查了她 就在案发前一天 也就是运超车改装的时候 有人在汽修店旁边的公用电话亭 给她打过电话 这一点非常可疑 在案件发生后 潘小冰主动向警方透露 王灿这条线索 有理有据 以至于警方完全忽略了对她的调查 现在看来 她就是故意误导警方的 可她小看了警方的侦查能力 通过调查发现 潘小冰在银行保卫科工作了五年 很熟悉押运流程 这些特征 很符合警方对嫌疑人的推测 而且她工资不高 但花钱却非常大方 经常出入娱乐场所 为此欠了不少外债 有很明显的作案动机 考虑到潘小冰可能还有三个同伙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决定秘密抓捕她 当天晚上 潘小冰在租房内被警方抓获 她哪会想到 自认为天衣无缝的伎俩 已经被警方识破 审讯室内 潘小冰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并主动交代 她在两年前就动了 伪装运超车抢钱的心思 只是一直没有好的时机 直到遇见了三个老乡 他们也是出来混的 穷得叮当响 四人一拍即合 最终在潘小冰的带领下 实施了抢劫计划 你的同伙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昆山上 第二天 局长亲自带队前往昆阳山 对三名劫匪实施抓捕 山下各个路口 很快就被警方封死 陈队等人分别带队进山搜捕 在半山腰 陈队发现一间简陋的小屋 冲进去一看 地上有一些生活过的痕迹 估计这里就是劫匪的临时落脚点 突然警犬狂叫起来 搬开水泥一看 里面赫然是一个手提袋 不出所料 这正是劫匪从银行截走的部分现金 钱都来不及拿走 劫匪肯定跑不远 搜捕过程中 周队发现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仔细一看 人影躲进了一个石洞里 为了避免潜在的危险 他假装离开 果然听到外面没动静 劫匪就从洞里爬了出来 四周的警察迅速冲出 将他制服 另一边 陈队也顺利抓不到一名劫匪 据他交代 剩下的一人躲到了山顶的房子里 然而当陈队冲过去的时候 吓得不敢动态 劫匪劫持了一名女人质 他情绪激动 扬眼如果警察前进一步 他就杀了人质 根据陈队的指示 部分警员迅速绕到后面 一举将匪徒勤获 至此 这起匪夷所思的银行结案终于告破 四名劫匪全部落网 这起案件值得我们深思 金钱是很重要 可以让人们做很多想做的事情 去很多想去的地方 但是 想用金钱也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 有劳才能有所得 像这几个劫匪 抢了那么多钱 但根本没机会享受 最终钱没了 自由也没了 不值得 我看了 这种情况 我看了 这种情况 都给你了